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七十九支 二阶中期优手 二十五支 二阶后期优手 两支 总 总计一千六百二十一分 我没有听错吧 一千六百二十一分 竟然超过了一千五百分 我的天 莫凡还是人吗 可恶 本想的这小子在正轮比赛估计都有句无回了 谁知他不仅能活着回来 还拿到了第一 真讨厌 要想办法赶走他 莫凡 你个先天四崇天中期的修士 如何在三小时内斩杀这么多妖兽 你是不是作弊了 我觉得六长老说的有道理啊 是啊 三小时杀这么多妖兽 不得累死啊 我就说不可能吧 肯定是莫凡知道试题 所以提前准备的 六长老 你想公报私仇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何必多此一句 争取确凿 竟然还敢狡辩 而且还辱骂本长老 最佳一等 天言剑军 他是剑修 而且修炼的还是第一阶中级的剑类武技 看齐威力 应该修炼到了忠诚之际 住手 莫凡不仅肉身强横 而且还是一名强大的剑修 以他的实力 能够斩杀这么多妖兽很正常 所以并不存在作弊一说 这个老东西又来与我作对 哼 我宣布第二轮比赛得分最高者1621分 第一名莫凡 稍作歇息后 我们展开第三轮比试 大长老 紧接第三轮考核的参赛者都已带到 第三轮考核很简单 就是随机抽签 两两对决 赢者晋级 输者淘汰 前十名中种子选手将有机会被我等长老选为亲传弟子 所以大家加油 种子选手还有这种好事啊 亲传弟子啊 看来得倾尽全力了 本长老宣布黑白双色 异色同号对决 第三轮考核正式开始 看来第一轮我们是遇不到了 你可别掉以轻心 输在第一轮 怎么可能 你知道我从来都是全力以赴的 白色一号 白色一号 上炎舞台对决 离开炎舞台或主动认输 则对决结束 比赛开始 白色一号 黑色二号 黑色三号 白色四号 上炎舞台对决 黑色二号 黑色三号 白色四号 黑色五号 白色五号 上炎舞台对决 我 我认输 我欠全 嘿嘿嘿 这就没办法啦 欠全 开什么玩笑啊 是男人就别怂了 喂 莫凡的贱人给了你什么好处 抗议 抗议 少叽叽歪歪 有种上来给我单挑啊 看谁怂 你这怂的还蹬别的上脸了 弄他 坚重 你们这群家伙 我说的是单挑啊 哪个混蛋偷袭我 好痛 吃我呀 你也瞎了吗 这成何体统 这群小子根本没有把考核放在眼里 事情没这么严重 不就是打架吗 让他们打完了 再让他们考核便是 或者 先安排他们二人正式考核如何 第三轮考核 第二轮对决开始 秦家在外界褒贬不一 但是我能有今日的成就 离不开秦家 即便我的胜算不大 但我也绝不能退 啰嗦 是男人 就来碰碰快打一场 哈哈 看招 来呀 你 报音 观影步 天眼 什么 这 好厉害 末 末法还活着吗 你这怪物 不愧是练体的 肉身果然很厉害 你这招也不赖啊 看把我烧的 要打败你这怪物 看来不能用普通的方法了 忍住去 天晨 住手 我要赢 居然强行突破修为 这可会一次性耗光他的功力啊 如果功力耗尽 作为一个武者 未来发展不容乐观啊 怎么办 秦天晨如果出事 不是 我们怎么向秦家交代啊 这个混小子 我可不会给机会 让你小子憋大招 天眼 幻影 这是 什么 动不了了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这 怎么了 他们为什么一动不动啊 怎么回事啊 只要能现在赢你 就算让我舍弃掉未来我也无所谓 这种对决 是我赢了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赚 就连斗雀公的孤武兵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金戈铁马战修 动腾江场鼠风流 各位兄弟 今日 定要扫牵窝贼 重申知都市修仙 这个暑假 看卦网陈辈玄一路打脸 双翻天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 勾结了 别人 何时才能为您告证的话 邪鬼 圣炉铁马战修 斗剑腹 抢夫君 修夫在下宦官 从勾心斗角 步步试探 到强强联手 收服人心 全眸欲望之下 隐藏着刻骨柔情 幻飞天下 正在热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